上周全国鸡蛋价格先跌后涨,北京周初领跌,周边产区跟着回落,也影响了南方市场的涨势,后半周北京再次上调,一举涨至4元美金,至此,三大销区的蛋价都已跨过4元美金这个坎,截至今天7月30日,全国均价3.99元美金,马上扑死,全国主销区均价4.19元美金。 较一周前涨0.15元美金,主产区均价3.78元美金,较一周前涨0.16元美金,目前产区最低价是在东北,尤其是黑龙江,仍在3.3到3.4元美金附近,其他大部分产区均价都已在3.8元美金以上,而江苏、阿辉已涨至4元美金以上。 DUF北京为何突然涨不动了?关注北京市场的朋友们都有发现,北京主流价在涨到4元美金之后停涨了,大洋路市场甚至出现了一次下滑。 最近几天大洋路的走货持续变慢,但价短期满有进一步上涨。 这是为什么呢?从供应方面来看,全国产弹机数量持续环比增多,进入高峰产弹期的产弹机数量也在增多。 虽然高峰天气造成了产弹率下滑,但吊弹难以抵消产弹机产能提高带来的供应增长。 加上目前鸡蛋高价,淘鸡也高价,养殖户淘鸡积极性不高,鸡蛋的整体供应相比6月只多不少。 同时,北京是北方市场的主要大销区,北方产区是传统产区,鸡蛋产量要比南方多,所以北京销区不缺鸡蛋。 丢从需求方面来看,最近北京周边降人少,高温天气盛行,中秋备火被开启,整体消费不忘,鸡蛋终端销量,在高价北京下难有突破, 宫多需未涨,这是北京近几天的真实情况,北方产区虽然能以北京涨价,但由于南方市场价市仍比较稳定,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等地区,淡价也在稳重抬升,后市淡价市涨市跌。 如今鸡蛋供应大背景,并未有大的改变,进入8月后,预计产弹机环比增加,而淘鸡量平稳的态势将持续。 随着中秋备火启动,预计淡价仍有一波上涨,但大哥认为,预计涨幅不如7月下旬这么高。 结合最近市场的走货情况,在中秋备火为大范围开启前,预计本周鸡蛋将维持整体稳重偏强,而部分高价区域不乏小幅回调的态势。 但哥认为,在8月底前,诞价难有大落,整体正当向上。 以上为但哥个人观点,欢迎积极参与留言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